谢谢,谢谢,谢谢,你还专门绕过来啊? 我看见,不知道碰见,你碰不见,我怕你去西千佛洞,或者走阳光那边,我去了西千佛洞了 先干饭吧,昨天剩菜剩饭,真的感觉现在进入了西风季啊,早晚都在刮 但是,不管怎么样啊,不能再耗下去了,80公里的感觉,不能走一个星期吧 再走下去,我纸也没有了,水也没有了 所以今天准备,无论如何,也要搞它个二三十公里 请不吝点赞 订阅,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的话, JOHNila 我会定它们,因为你会从来这种感觉 希望在明镜与点点栏目的感觉 我还是感觉,明镜与点点栏目的感觉 我还是感觉,明镜与点栏目的感觉 我想看利用这样的感觉 我们发现摇,我当当初是点栏目的感觉 我愿者当初是点栏目的感觉 我也要柏目的感觉 我们在这种感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刚才不是有人进去 这个怎么进啊 哎我去 这边便利店是没有开的 这应该不是信呢 这边应该是桃花 桃花盛开的季节 商店要五一前才开 真的在这个底下吹不到风 石窟 感觉挺棒的 就是总共四个窟 但是就是我这一包只有我一个人 现在这边是淡季嘛 然后它总共其实开放的也就这四五个窟 就保存的能够接待游客的 西千佛洞 石漆的话 比墨高窟还要早 这边以前是绿洲 原本的话 这个千佛洞 这一条大概说是有2.5公里左右的 全部都是石窟 地貌改变了 所以基本都损毁了 坍塌了 因为只有我一个人 所以说我就可以跟那个江姐妍 不停地问 不停地聊 然后去让他就是帮我解释 让我理解更多东西 所以我三个窟 跟他聊了半个小时 好了 我决定就要出发了吧 因为这边没有商店 没买到纸 不 去停车场 要纸 找人 一般保护区 2公里 所以确实以前这边是一个 庞大的石窟群 我 厚着脸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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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问这个司机 是否借了 借了点纸巾 这样我就不用着急了 不用着急 往阿克赛赶 我可以 找时间去阳光那边 去绕一下 其实这边几个景区呢 嗯 它其实都是遗址 就是牛了一点土堆 和 都是牛了一点土堆的那种 嗯 就是像别人说的 十之无畏 细致又可惜 你就过去拍几张照片 就这样子 记录一下自己曾去过 今次而已哦 就是 并没有说 历史文化类的东西 其实我对 历史人文感兴趣 但是对历史文学呢 就 不是太感兴趣 这是我所有的青菜了 都有点臭了 吃个白菜 嗯 又黄了又臭了 给我留了点好的 我弄丢了一桶水 我把我那个瓶子 那桶 大桶的水 在景区的时候 我装满了 放在脚下 我说坐在车上休息一下 就出发 走到手握了 把它搬到车上去 这大正啊 我现在就 就一小瓶水了 怎么会有这么大的失误呢 我现在这一桶水 我又要做饭 要洗菜 这么一半 不够啊 其实奏 你的耳朵 知道 谁能感ar 好的 不过 哒哒哒 哒哒 走了 你好 我从路上过就看你过来了 那会儿大车特别多来不及那个啥 我路上还能丢一桶水呢 我大桶水能丢了 水能丢了 还好我还有这桶水我可以做饭 今天能做上饭 也不知道你需要点啥 你买点东西我想着路上 我现在没事吧 现在到阿克赛 我知道你刚从东方出来 应该东西不学了 随便买一点 甘小杏这边甘肃这边特产了 这个酿皮子不知道你吃了没有 这个净快吃法 我买了房冠 买这个囊 你那天买那个 那天那个 谢谢谢谢 你还专门绕过来啊 不知道碰见你碰不见 我怕你去西千活动 或者走阳关那边 我去了西千活动了 那边去 我看你今天早上 我们大概在那个公安检查站 那个地方碰见你了 大概在那个位置 我看你一边走了十多公里吗 今天 下去西千活动 那边玩 顺便便充电便玩 然后玩事 就出来 然后我看到 玉门关那边太远了 我觉得 那边特别远 我的物资啊水啊 不够来回 不够来回 所以说我就想着说明天 你见你姐姐咋会说话 你小本子这是 哎呀非要见你 哈哈哈哈 你咋看我还害羞啊 哈哈哈哈 走高尔牧那条路 咋说呢 你反正 这个车 你带上这个特别危险 那坡特别陡 而且下面是悬崖 挺深的 开车都特别难上去 啊 那坡特别陡 那我 三四千米 三四千米 那边海拔高着 我意思就是 它的坡不是很陡很长的吧 陡长 我们从那边下来 全部都是一路下坡 你往上走的话 一路上坡 又陡又长啊 就是甘肃和青海搭线的地方 有个公安检查站 就长草沟公安检查站 那个地方 然后从那个地方进山里面 全部都是坡 全部是上坡 啊 我不知道 都是大上坡 都是上坡 一路上坡 然后走到青海地界了 还是一路上坡 大部分都是上坡 这段到大塞蛋 全部大上坡 基本上都是上坡 你看这边 到那边海拔得三千多了吧 现在只在这边海拔 要爬一两千 这边还一千多 爬一两千 对 你知道那石油小镇 那你去过去 石油小镇 就是那个 还只从亚塔 阿特赛那个景点 哦 哦 只从亚塔那边 他如果说 从那个地方 就已经开山坡了 那边是雪崖 然后你再往前 前面走 你走到那个 马上就要进山了 那进山 进山那位置 那里面 全部都是来回拐弯的 晚上千万不要了 那地方特别危险 因为我们这边呢 出过好多四十 那我都不两天走啊 那边出过好多四十 我还有四十公里 我如果明天赶的话 明天到那儿就去夜路 那你夜里就不要走了 我媳妇也知道 出过好多四十 哦 你到不上路的话 你没有十天半月 你到不上 可以到 平路 我算的是平路 十天半个月可以到 那边 你要是 你要说都是大大路 咱这边还好 这边还有一天路 这边 党定山那个地方 我记得是三千多 跟我们小哥小姐 还有我们小宝 聊了很久啊 一直在告诉我 就是后面路况什么的 然后要去帮我 打听一下后面的路况 太感谢了 太感谢了 我的小粉丝 忠实小粉丝 你们以后千万不要说 我都是男粉啊 我也还有迷你粉 今天有小哥哥送给我 两个狼啊 他知道我喜欢吃那个 那家的那个狼 按腻油 对 所以帮我买了两个过来 过来 有了就两个狼 我后面再走两天 也一点问题都没有 哈哈 现在从今天开始 我拐过去了 我向南走了 就是以后 刮西南风 对我影响还是很大 东南风 也会 哈哈 但是不用再怕大西风了 我自己干饭了啊 今天视频就拍到这里了 晚安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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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